5月9号 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 在郑州义贸易博览中心开幕 阿里巴巴 京东 亚马逊等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 物流 支付等领域6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 跨境O2O新零售自体馆呈亮点 记者现场看到 自体馆内跨境商品满目琳琅 宝剑 化妆 轻舍 母婴等用品一印俱全 购买进口商品的顾客不在少数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自体馆汇聚了70多个国家的10万余种进出口商品 涉及全球近500个品牌合作企业 且商品均是通过海外源头直采 国内保税仓集中备货 实现即买即提 让顾客原汁原味 原产地 同质同价 购全球 依托于海关的1210模式 然后借助整个的秒通关这套系统 然后把最早这个整个15到20天的海淘周期 可以缩短为这个短短的两三分钟 顾客就可以把自己这个中意的商品就可以拿走 实际上 跨境O2O自体馆是河南省跨境电商模式的一次尝试 目前 洛阳 南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获批 河南省还创新开设了国内首个跨境电商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试点 探索实施了跨境电商O2O自体模式等 买全球方面 O2O自体馆的CW大药房 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店内多款含品已卖脱销 斯威斯这款钙是经常会出现断货的 然后还有这个品牌的孕妇的DHA 包括小孩的乳钙都会出现这样断货 然后 然后这边 那奥加宝的这些东西安堂 这个已经断货一瓶也补不上来了 这边的都已经断货 就没有货客部了 最近睡觉不太好 想买个这种棉片 之前找过代购也在淘宝买过 那淘宝要等嘛 代购等时间更长 那这儿的话就直接来就买了 就方便一点 它这个店我也知道就是澳洲直营的嘛 然后可能品质也不会觉得有假的 所以比较放心嘛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速度比较方便 除了买全球 在卖全球方面 中国不少商品也畅销国外 我们是做亚马逊站内的直播 然后特色就是我们找的全部是美国本土的主播 然后把中国的商品卖到美国 然后让美国的主播去直播 也就是所谓的网红带货 现在就是卖的好的一些类目就是homelight 就像厨房用具呀 或者家居加湿器呀 吸尘器呀 这些类目卖的目前比较好 像好的话是每个月可以卖出去几千单 这样子不得 中国的东西非常好 非常棒 质量也好 也很好 我不要你们的所有的东西在巴基斯坦 我可以往上买 博尔维 小米 还有一个你们的欧波 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很有名的 展示活动现场 除河南外 成都 青岛 乌鲁木齐 护河浩特 漳州等地 也展示了各自跨境电商的创新亮点和特色产业 近年来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快速 以河南省为例 2016年至2020年5月间 该省累计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6408.8亿元人民币 年均增长35.3% 在跨境电商产业新进展和生态链全貌得以展示的同时 消费者获得了更多购买进出口精品的好机会